高雄小港区一家汽车保养场 在今天凌晨发生了暗夜大火 由于现场堆放大量的二手车跟废弃的机油 火势猛烈 烟烧面积大约有300平方公尺 所幸消防人员顺利张火势扑灭 没有波及到周边的住家造成受困伤亡 雄顺烈火不断烟烧 黑色浓烟直冲天际 火势依发不可收拾 还伴随爆裂声响 消防人员立刻拉水线从周边灌旧 不敢大意 就怕火势持续扩大 消防人员出动电锯破坏铁卷门 洒水灭火降温 暗夜大火就发生在高雄小港区 29号凌晨 这家位于高峰路的汽车保养厂 消防人员获爆后立刻出动 17车40多人灭火 也判燃烧面积大概300多平方公尺 还好火势在40分钟救火的控制 现场有堆放大量的二手车 还有存放一些被弃的一些机油 那我们立刻总共出了4条水线 还有一条泡沫 将火势给压制 突如其来的暗夜大火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受困伤亡 至于详细情报原因 还有在相关单位调查理清 记者柯成豪高雄报导 谢谢吗